欢迎传说剧组来到我们的采访区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我们即将为大家展开这个 非常有诱惑力的传说 来 有请到这边 来 有请 欢迎唐岛 欢迎 来 欢迎成峰大哥 来 其实对于传说这部作品呢 我们都说从开拍到现在 也是第一次在我们北京国际电影节的 现场亮相整齐 然后我们想问一下于东总了 刚才有在介绍说 这是升级版 然后也是延续版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亮点 不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谢谢长龙大哥 谢谢 热烈祝贺北京国际电影节 隆重开幕 博纳影业这次带来了 几部古装动作大片传说 是跟大哥的一个缘分 从2005年的时候 博纳发行了这部电影神话 当年是第一部票房过亿的国产影片 所以时光荏苒啊 过去这么多年了 一直有一个心愿 希望能跟大哥再拍一部 这样的一部延续的故事 叫传说 我们这次拍摄在美丽的新疆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邀请了 我们新疆的大美女 古丽纳扎来领衔主演的女主角 是的 是的 请唐导说两句 对 所以刚才于东总在说 不仅是圆了您的梦 也是圆了所有人 喜爱大哥电影的梦想 所以这也是一个 让我们很期待的事情 唐导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作品好吗 对 因为当年神话是 近时上是韩国的 很多人就问我说 为什么我们拍个中国的美女 我终于找到一个 中国最美的新疆姑娘 所以我就很有动力 写了那个传说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电影 一定会摘出这个 美丽的传说和神话 大扎现在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我们让他再准备一下 大哥 准备一下 成龙大哥 那个跟唐寄理导演是老朋友了 第十次合作吧 对不对 对 我都忘了 又记不住了 又记不住了 我跟他合作太多了 我跟他合作太多了 哇 太多太多次了 这次在跟老搭档合作 而且配了一些后期的新演员 真的非常地开心 人家还没说完了 我说完了 大哥 我想最后问一下 因为之前那个美丽的神话 歌太好听了 解开我 这次 美丽的灯台 哎呀 谢谢各位 掌声鼓励一下 所以问题来了 传奇有歌吗 传说 传说 传说有歌吗 明明白白我的心 老歌不能算了 没有没有 我们正在筹备中 好 正在筹备中 好 今天是刚才有说嘛 传说剧组的首次亮相 但是接下来会有很多的消息 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关注和期待了 当然他们也是最会卖关子的剧组了 所以我们一起来期待 当然有更好的成绩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你们 请播放会计 谢谢 我们共同期待这个 传说 谢谢 来 请各位进入场观点